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工系的 教育科技 工业工程与管理 是有要往工程师或是科技业发展 是有要往工程师或是科技业发展 对对对应该是工程师 对啊 希望是往原区这样发展 网路工程师或是前后端 原本想要 现在不想要 你给他的形容词或者是 会是怎么样 就是一直爆肝 爆肝 超 应该都蛮超的吧 过劳 长加班吧 而且他们好像就是 加班时数都蛮糟的 因为看到很多新闻就是说 要操劳过度嘛 就是一直加班一直加班 没有自己的生活 工作好糟啊 不会说没有钱啊 他们都讲得非常好 他们都讲得非常好 你觉得非常爆肝 可是爆肝现在大家都有指引肝嘛 健康检查应该不管什么行业 其实都有肝不好的问题 我们现在科技业就是缺 就是最新鲜的蛋 没有想进的科技公司名单 目前是台达店吧 中华电信吧 台达或是想去群光 可能像艾斯摩尔 美光跟台湾印材 ASML或是那个吧 陶氏 还有那个台积吧 可能像台积电这样台商 可能可以有更稳定一点的公司这样 外商Google之类的都不错 有梦最美 想进的公司名单是什么 Google Amazon 有梦最美 有梦最美 你去哪一家啊 大陆公司 就是里面的升迁制度 跟一些关于劳工的保险啊 还有一些案子的分配会比较清楚一点 大公司的制度比较好一点 那能在里面学习到的资源也比较多 那如果在之后真的 假如说可能 风气或怎么样 让你想要换工作的话 大公司跳小公司 它也是一个 比较好跳的 我不要请上小的公司 或者是新创的公司 想说他们刚开始一起做 然后就进去里面一起学 然后一起发展 其实就我而言就是 不太需要去迷信大公司或小公司 因为其实都各有它的缺点 因为大公司它是真的有比较有制度 然后可能就是 各方面都会发展很成熟的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 分工的很细 所以变成说你要学的东西就变成 相对比较少 那如果小公司的话 可能制度没有那么完善 但是可能就是比较有弹性 然后你可能要身兼脖子 你要学的东西就会比较多 但我建议新鲜的人的话就是 刚入社会可能先进小公司去摸一摸 可能会学的比较快 应该是说大公司 你要建议大起大落 比较难啊 但是如果小公司的话 其实在某些环境 就是你遇到的 跟你有match到的公司 其实你可以在小公司里面 发挥你更多的创意 或更多的想法 然后刚才他影片里面说的 很多人说台积电 那其实觉得 他们可能有种 没法的梦想 因为有点误会 对对对 应该有什么误会 因为其实里面其实非常操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 在台积电里面上班 他就说 里面每个都想要出来 外面每个都想要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各位有想进台积电吗 目前倒是没有 对 没有 应该是说台积电 跟我们的工作内容 可能比较 比较有 对比较不一样 所以 那如果说 Google或什么之类的话 应该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柯系对未来的工作 有没有什么理想 理想吗 前多事少离家境 前多事少离家境 不要说进去之后 被炒到爆肝 然后过没十几年 就要出来 一直看医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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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医生吧 理想中的状况 是希望能在同一家公司 然后不要跳槽 就可以一顺顺的待下去 这样 有一个学长也是这样 过得还不错 基本上好像也是跟爆肝有关 哈哈哈哈 我还是建议他可能 转往公务员方面发展 可能会比较适合 这个产业我觉得 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一直待在同一间公司 因为假如说 你做到了一个瓶颈点的话 老板会看到吗 哈哈哈哈 所以不可以把自己放在舒适圈 就是当你觉得 你已经在这家公司 已经 要是没有什么 可以学的 发挥的 发挥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就可以就是 换另外一间公司 直接就是上去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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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去看一下我的感觉 有一个前辈跟我说 不要为了安全的屋顶 然后放弃整片美好的星空 放弃整片美好的星空 那有没有就是对薪水的理想 薪水 可以的话当然希望可以 越多越好 四五万差不多 出社会之后 大概三到五年内要破 至少要破百 年中破百吧 第二年可以百万吧 前面有听到好几组都说 他们要三年破百 三年破百 我感觉应该是十年内脱离 受薪阶级吧 因为有很多人都想说 科技也要很好算 就跑去那里做 然后就拉低科技也的平均薪资 或者是素质 第二年破百万 真的能力很强的话 可能一年就可以破两三百多 要是你有能力 真的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可以达到你的目标 就是你的概念都会被炒到爆 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地 对 可能有时候换算成死刑 可能 还没看法算 跟SAM的打工仔 对 对 工作之后 生活跟工作要 你们会比较倾向优先于哪一个 嗯 一开始应该都是工作吧 不知道 好像进到这行业就是工作 工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工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看个人规划吧 如果是以就是想要薪资导向 但就是累一点没关系 但如果想要生活水平好一点 那就是可能就要放弃这个份工作 可能找比较轻松一点 我觉得有点难取得平衡 因为看到新闻就是说 可能可能是早上上班 那下班之后还要再继续加班 也就加到十一点十二点 那可能就是家庭可能会失衡吧 我当然还是希望公司是比较弹性一点的 那上下班不固定的话 加班的话 我也是OK 但是我不希望是说 我从早上九点做到晚上九点这样 那整个生活就其实没有自己的生活 就是本来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所以老实讲 除了陪伴家人之外 其实不用太浓 太大的平衡 而且我觉得就是 给自己设立一个年限 我在这行业要待多久 这个问题 真的很难取得 每个人生活的原则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最近这一两年才有家庭 以前我还没有家庭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安身汉 所以我就是每天都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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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自从有了家庭之后 我发现说就是 我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必须要花一部分的时间 就是留给老婆或是孩子 这部分我觉得 还是要跟家人去多做沟通 假设你真的家庭失衡了 那我觉得好像也不怎么值得 他真的是加班是常态的话 就是这样的工作内容 你们可以接受 如果他像台积电一样 1.66或2倍的话 就可以考虑 如果月薪十几万一定可以接受 如果长加班的话 应该至少5万以上 未来就是多加班的心思还是要调整吗 那会希望到多少 到多少喔 可能至少多个1万多块也好 我想说如果考工加单位的话 会不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如果考工加单位的话 会不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我还是建议他可能转往公园方面发展 可能会比较适合 如果要加班的话 是不是觉得就是还蛮熟的呢 我觉得就是看个人选择啦 当然每个公司他会有这种工作环境 那你看你又不愿意待 你不愿意待 也就是选择换另外一加班的工作 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 他在这份工作他有一部分的成就感 或什么之类的他愿意可以待下去 那我觉得加班要破 可能我觉得要破1万多块 所以一直都在加班 所以他说如果轮班的话 就有可能的 对 轮班破1一定是有可能的 但正常的加班我觉得 很难啊 就是路航前慎学工作 但是不要想太多 如果进来 如果不适合 就在另外找人 人生地址啦 进了厨房就不要怕这 哈哈哈哈 不要后悔自己做的决定 然后这样就好 对 这算警告吗 这不算警告 这未来卫星盘化 未来卫星盘化 生命自己会找到俗路 刚自己会就修复你的 哈哈哈 今天前准的采访 差不多就到这里 各位科技人 认为欣欣学子 对于未来职业的期望 是太高 还是太保守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人生分享科技业的现实面 另外如果你是个 乐于分享生活的科技人 欢迎跟我们联系合作 最后也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 分享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